凤与恒跟着想荣和安氏回了他们的小院 凭退下人只带着黄泉进了屋 一进屋安氏赶紧就问想荣 你确实是掉到河里了对不对 根本不是自己不小心跌的对不对 他一提这话 想荣之前强压下去的恐惧又一下子翻覆上来 小脸比先前白得更甚 手都跟着哆嗦 安氏一看他这样子哪里还能不明白 赶紧拉着人坐到软榻上 再看看凤与恒扑通一下就跪了下来 切身多谢二小姐救命之恩 凤与恒赶紧把人扶起 这是做什么 快起来 可不但安氏没起 想荣也跟着跪了下来 颤着声道 若不是二姐姐的暗卫刚好在湖边 想荣如今已经是只水鬼了 凤与恒没办法 只能看着这二人把恩谢完 然后才把人扶起来 安氏问想荣 你看到是谁下的手吗 想荣点头 是韩姨娘 紧跟着把之前的事情说了一遍 气得安氏差点就没冲出去 跟韩氏拼命 好歹是让凤与恒给拦了下来 然后道 你们听着 之所以今晚我没有让想荣 当众揭穿韩氏的丑事 一来是因为想荣毕竟年纪小 当时又没有人正在 韩氏若失口否认 咱们也没有办法 二来 他冷哼一声 那韩氏若真是给景元生出孩子来 才是最热闹的时候 到时候 就算是咱们想让他活 凤与恒也绝对不会放到他 经了这晚的事 韩氏提心吊胆了好几日 见想荣那边的确没什么动静 这才稍微地放下心来 而朝中也又有消息传出 说是皇上 最近日日照大皇子玄天齐觐见 对别的皇子便冷淡了许多 甚至连他一向最宠爱的 九儿子玄天明都遭了冷遇 凤与恒的禁闭解除 却又有皇上口谕传来 既安县主未经传诏 不得私自入宫 一桩桩一件件的事 也不怎么的 就十分顺利地能传到凤府中 传到老太太 以及个月儿主子的耳朵里 人们心里都发慌 却也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凤锦元不在京里 凤家所有的人都没了主心骨 就连老太太都打了念 除了静观其变 再没有别的办法 凤丞于如今对想容的恨 已经达到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高度 玄天华 那个他费尽心思也得不到的人 却成了想容的靠山 他无论如何 也想不明白 事情为何会演变成这个样子 以灵眼瞅着陈于手里 拿着的那个 已经扎满戏真的不娃娃 心里不由地振振交集 大小剑 您可千万不能把心思 都放在对付三小姐身上 他没办法 干脆动手 把那个写着想容名字的娃娃 给抢了过来 小姐的月姓 昨日已经来了 咱们马上就要熬出头 可千万不能再出差子 您明白吗 陈于目光微沉 手轻抚向小腹 因月姓 而生得阵阵坠痛感 头一次让他没觉得讨厌 以灵说得对 只要再忍过几天 他就可以去找凤与恒了 待着事情一了 便再也不用受那丫头的威胁 银票都备好了吗 备好了 以灵点头 小姐放心 咱们这头万事俱备 两人正说着 外头有个丫头的声音扬了起来 大小见 奴婢有事禀报 以灵过去把门打开 外头一个丫头走了进来 站到凤丞于面前道 小姐 舒雅园那边派来递来消息 说晨午过后 请您过去一趟 陈于皱眉问她 就我自己 那丫头摇头 他们没说 但想来应该不是 奴婢听来传说的人说 是元王府的小皇孙 要办寿宴 帖子上请了咱们府上 所有的小姐 小皇孙寿宴 陈于思量办上 突然演一亮 问道 皇子们呢 去不去 这个奴婢就不知道了 以灵心里一紧 赶紧挥手退下了那个丫头 再把门关好 又苦口婆心地劝起陈于来 小姐啊 您可千万不能再往七殿下那里动心死了 那是万万不行的啊 陈于心头一阵憋闷 谁说 我想七殿下了 我在想 三殿下行不行 以灵很干脆地点了头 行 想三殿下行 陈于气到极点 正在发作 却听外头又有丫头的声音传来 是道 小姐 锦王府派人来给您送东西了 屋内二人一愣 以灵没反应过来 纳闷地问了句 锦王 陈于却已反应过来 可心头惊骇更甚 大殿下 陈于万没想到 大皇子玄天祺居然会派人给他送东西 愣了好半生 以灵不得不提醒他 小姐 不管怎么说 还是得先把人请进来 他这才回过神来 跟那丫头问道 是什么人来送的 丫头答 是位公公 陈于点头 让人进来吧 不多近 一位年轻的小太监 捧着个盒子走了进来 到了陈于面前 十分恭敬地行了礼 然后道 奴才奉锦王殿下之命 给奉大小姐 送来一套水晶打造的头面首饰 还望奉大小姐笑纳 陈于大惊 水晶打造的头面首饰 那小太监似乎很满意陈于的反应 面上带笑道 这套水晶 是锦王殿下自踪随匠人手中得到的质保 殿下说了 普天之下 唯有奉家 大小姐方能配得起他 一番恭维的话 只把个陈于给说的 看着都觉得这封大小姐的美貌当真名不虚传 于是 手里捧着的盒子再往前递了递 还请大小姐笑纳 陈于激动地把那盒子接了过来 童童身边的乙琳 外头天冷 快拿些银子请公公喝茶 乙琳拾去地 去拿一个很大的银元宝递给那小太监 小太监也不推让 接过来就揣到了怀里 然后再冲着陈于道 殿下还说了 小皇孙的寿宴 请奉大小姐一定赏光出席 陈于笑答 自然 请公公回禀殿下 就说陈于很喜欢这份礼物 谢殿下赠礼之恩 奴才记下了 大小姐没有别的吩咐 奴才倒退 公公慢走 陈于一抚了俯身 递了眼色 让乙琳亲自去送 待乙琳在回来时 她已然将盒子打开 正被里头的东西 惊得目瞪口呆 整套的白水晶头面 精亮剔透 就像不存在于这世间的宝珠 美得叫人炸舌 两人对着这套头面 整整看了有一盏茶的功夫 陈于总算是略微回过神来 却是探到 以前豫王给凤于恒下聘礼时 里头就有好些水晶的物件 我羡慕的眼睛都发红 却没想到 有一日竟也会有黄仔 送这样一整套水晶头面来 乙琳 你说 这算不算是风水轮流转 乙琳看着这套水晶 也有点眼韵 可到底还是没有当局者 那样入迷 理智回得比陈于快些 小姐 这东西 可是大皇子送的啊 陈于却没听出他话里意思 还是死盯着面前水晶说道 虽说白水晶 没有凤于恒那些紫金粉 进来的珍贵 但这可是一整套头面 这样的东西带出去 怕是全天下 也就只有我这一份 乙琳一听这话更害怕了 小姐 就是全天下只有这一份 您才带不得啊 为何 陈于怒目直视 东西是给我的 粉地就带不得 小姐想想 大殿下与咱们凤府 向来无丝毫瓜葛 奴婢在府上这么些年 甚至连他是锦王都不知道 那他为何突然 就送了这么个东西给您 你没听那小太监说吗 因为大殿下觉得 普天之下 就只有你家小姐我 才配得起这套头面 哎呀 那都是客套话 以灵级的直跺脚 他家小姐 好像是被这套首饰 给迷了心智 怎么这样 劝都劝不行吗 陈于的确是迷了心智 当初御王府 来给凤与恒下聘礼时的情景 还历历在目 那时他还是嫡女 凤与恒刚刚回府 以一个不受宠的庶女之资 给了他一个狠狠的下马威 他一直都认为 那是毕生大辱 如今这套头面 虽说还是无法全盘扳回 却是可以将将地 找回些许脸面来 只是 若这东西是七殿下送的 该有多好 悠悠一声出口 面上无尽落寞 以灵更急了 小姐 三老爷的话 您可得时刻记着呀 我知道了 陈于冷下脸 砰的一声 把木盒子扣上 你去打听下 看大皇子这里 是只送了我这一架 还是给别的院子也送了 以灵见他家小姐 还算有几分理智 这才稍微放了心来 那奴婢这就去 见那丫头出了房门 陈于一把将木盒子 搂到了怀里 好像心都被那套 水晶吸引了般 脑中不停地幻想着 自己戴上这样一套头面 出现在众人面前 该是多么地耀眼夺目 半个时辰后 以灵回来 带给陈于一个 更让他那颗虚荣心暴涨的消息 大皇子 直往咱们院里送了东西 三小姐和四小姐那边 并未收到 至于童生轩 奴婢打听不着 没事 陈于一点都不在意童生轩那头 凤与恒左右好东西 也不少 我且不跟他比 你去备午膳吧 吃完了 好去见老太太 这日午后 凤家的孩子 齐聚舒雅园 就连凤与恒都来了 老太太一副慈爱的样子 跟他们讲 虽说就是个皇孙的寿宴 但也怠慢不得 皇上极宠爱那个孩子 届时经中有头脸的权贵人家 定是悉数道场 怕是几位皇子 也少不了要去祝贺一番 你们可千万不好丢了凤家的脸面 四人齐声答 孙女仅尊祖母叮嘱 嗯 老太太很满意地点头 给小皇孙的寿礼福礼 自会替你们备下 一共四分 下人会送到个院里去 帖子上写的时辰是明日傍晚 你们不要晚了就好 粉袋笑了一下 抢着说 祖母您就放心吧 咱们不会晚的 一边说 一边看了眼凤与恒 二姐姐闭门多日 总算可以出府了 可是要借着这个机会 好好地透口气 折了下 以提醒粉袋 却不似往日那般立场分明的责骂 凤与恒将老太太这变化看在眼里 心中冷笑 再开口却是道 四妹妹放心 下次二姐姐若再不小心被圣上责罚 一定不会一人独享 定会记得 拉上诸位姐妹一起 要关禁闭 咱们就一起关 这才能体现出姐妹团结 谁要与你团结 粉袋眼睛都立起来了 你挨罚凭什么拉上我们 不拉上怎么能行 凤与恒笑看粉袋 老太太早先就说过 咱们都是凤家人 荣辱都是一体的 想当初二姐姐得了五宝布料 不是还送了一方帕子给妹妹吗 粉袋有好妹妹拿得 有错就不能与姐姐一起担待 你 粉袋被她堵得哑口无言 她特别想很有志气地说 那我把帕子还给你 可到底是舍不得 五宝之城的手帕 将来她出嫁 有那么个压箱底儿的物件在 夫家也要高看她一筹的 想到这 粉袋别过了头 再不吱声 老太太看着这几个小辈斗嘴 心里是连连哀叹 一叹凤家不知道是做了什么孽 弄得如此不和睦 二是叹粉袋也好 陈瑜也罢 斗来斗去 却谁也斗不过凤与恒 连打个嘴架都能败下阵来 真是烂泥扶不上墙 够了 她气得大手一挥 吵吵架架 姐姐没有姐姐样 妹妹也没有妹妹样 成何体统 粉袋觉得 老太太最近对自己态度还行 于是又委屈地说了句 是二姐姐不讲道理 老太太还真给粉袋面子 看着凤与恒说道 你四妹妹还小 你与她治什么妾 凤与恒眨眼笑笑 阿恒也才将将十三而已 老太太吃了个别 再不想多说 打发这几人回去了 几人出了舒雅园 便往自己住的方向各自散去 陈瑜却在原地等了一会儿 见众人走远 这才快步地去追凤与恒 总算是把人追上了 急着问道 二妹妹 咱们约定之期可快到了 我记着呢 凤与恒给了她一个放心的笑 待大姐姐月薪彻底干净之后 来找我就成 嗯 别忘了带上银票 陈瑜抽了抽嘴角 心说你就惦记着银票呢吧 却还是点了头 你放心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回同声讯的路上 黄泉有些不开心地问她 小姐真要给凤陈瑜治那个病 治好了的话 咱不是白费功夫了 凤与恒依然用当初 回答望川的话回答黄泉 哪能那么便宜她 自己作孽 就该自己受着 你家小姐 我可没有那么好的菩萨心肠 所有的仇 我都记在心里呢 次日深时末 就在凤家仲小姐准备出门时 外头又扬了清雪 黄泉一边陪着凤与恒出府 一边同她说 大殿下那边有消息传来 昨日送了一套头面给凤陈瑜 听送东西的小太监说 陈瑜甚是欢喜 凤与恒笑笑 能不欢喜吗 大殿下经常二十载 搜罗到的好物件可是不少 随便哪样出手都能较绝一方 凤陈瑜从小到大的见识 无外乎是沈家送来的东西 沈家纵视黄商 却又怎急得上大殿下 奔走各国做的那些个境外买卖 小姐您说 三殿下会上当吗 黄泉有些担忧 那人一向多疑 奴婢有些担心 凤与恒微拧了没 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也同样担心 若是玄天叶这么容易就中了招 怕也不至于让皇上和玄天明 紧盯了这么些年 两人一边说着 一边往外走 从县主府的正门出来 直接上了马车 马车很普通 并不是皇上赏下来的那辆华贵公车 相比之下 到凤府为另外三个小姐准备的马车 都比他这边的要好些 凤家小姐们 一人一车往猿王府赶 黄泉跟凤与恒 凤丞于今日穿得很是宿景 头上罩了个斗笠 不知道是为了遮雪 还是为了什么 这点清雪 哪里用得着遮 他要遮的八成是大殿下送的东西 既然带了斗笠 送的八成就是首饰了 凤与恒倾先车帘 回头看去 身后凤家的另三辆马车 紧紧相随 马蹄踏着清雪 倒将这条街踏出一条紧致出来 他放下车帘 就准备在车厢里面一会儿 可这车帘子刚放下一半 呼得就皱起了眉 黄泉吓了一跳 小姐 怎么了 凤与恒将右手食指输于唇边 做了个噤声的动作 小声道 你听 倒还真是有些期待这场宴会了呢 黄泉愣住 随即便看到凤与恒的手指 又往下方指去 这才平住呼吸 仔细去分辨 这一听不要紧 只觉有嘻嘻嘟嘟的声音入耳 就在二人所在的车厢下方 声音极小 若不是他们接习武 耳朵比旁人聪锐些 是无论如何也听不到的 不是人 凤与恒主动开口 应该是另外的活物 他说着话 人已经弯下腰去 伸手就要往座位下面掏 黄泉下得赶紧拦他 小姐小西 却还是慢了一步 凤与恒的手已然伸到里面 在拿出来时 手里便多了一只葫芦 那葫芦挺大 比他的半只手臂还要长 黄泉都看愣了 这是什么 咱们的马车下面 怎么会有只大葫芦 凤与恒摇头 我也不知道 但这葫芦里有东西 他一边说一边摇了摇 果然 里面的动静更大了些 黄泉把葫芦接过来 也摇了摇 可随即脸就变了颜色 是蛇 小姐 里面是蛇 确定 奴婢又是被蛇咬过 从那以后 被蛇类就特别敏感 奴婢可以断定 这里面就是蛇 黄泉说这话时 眉心微皱着 显然对于葫芦里的东西 十分忌惮 凤与恒其实也有感觉 应该是软体类的东西 只是还不像黄泉这般 一口咬定就是蛇 但是他不怕蛇 不是不怕蛇毒 而是他本身学医 对这类东西 不至于像其他人那般 会有心理障碍 要打开看吗 黄泉问他 再道 这蛇动静挺大 只怕一旦开了 葫芦口就要窜出来 凤与恒想了想 伸手入袖 从空间里 掉出一只麻醉针来 那就先让他没本事折腾 他一边说一边动了手 直接将针头 从葫芦口插了进去 再一点一点地注入麻醉叶 直到整只针剂都打了进去 这才又晃了晃葫芦 却只能听到 撞到葫芦壁上时的喷喷声 那原本欢食着的软体动物 已然没了声息 黄泉都看直眼了 他家小姐随身 还带着这么大一根针 放哪了 不扎得慌 凤与恒自然明白 黄泉在想什么 但他根本也不想解释 一回手 就又把针管子扔回空间里 看得黄泉又是一咧嘴 咱们来看看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条蛇 他一边一边将葫芦口打开 往外一道 果然 一条长着三角头的翠绿小蛇 从里面滑了出来 那蛇道不长 最多不过凤与恒的一条手臂 全身翠绿 生着一双血红的眼睛 瞳孔似垂直的一条线 有点像猫 尾巴焦红 大三角头 紧细 头顶还长着斑斑细绫 竹叶青 凤与恒认得 在部队时 他曾给这种蛇 做过活体解剖 黄泉怕蛇 眼瞅着凤与恒 把那蛇毫无感觉地拎在手里 就觉得全身都骂 可还是觉得 这个事情太过蹊跷 什么人能在咱们的车里放这东西 一边说一边扭过头 下意识地就想掀帘子 去看那车夫 凤与恒却将他拦住 不用看 在自己家的车里放东西 那不是此地无垠吗 不是他 那还有谁呢 黄泉实在想不通 心中异常气氛 凤与恒将那蛇重新放回葫芦里 口子封好 竟直接就挂在了腰间 你看我挂着这么大一只葫芦 是不是也挺帅气的 小姐 黄泉无奈 都什么时候了 您还有心思说笑 不说笑能怎么办呢 咱们现在下车去找仇家拼命 他拍拍腰间葫芦 黄泉你想想 能神不知鬼不觉地 把东西放到马车里 哪一类的人能做得到 黄泉想了想 试着答 身边的人 凤与恒摇头 换个方向去想 如果这葫芦是我们的 原本就放在马车里 有心之人要怎么把他取走 这回黄泉明白了 小姐的意思是 偷 青霜 是青霜干的 妙手圣仙 只有他做起这事来 才能如此干净利落 说这话时 他的双眼眯成了一条戏缝 青霜既然能出来做事 就说明 玄天叶将他给放了 他设计陷害对方 却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近五年来 江湖总有传闻说 妙手圣仙是天下第一神偷 只要他出手 就没有偷不到的东西 却没想到 这样的人却被三殿下所用 还混进了童声喧来 黄泉一阵感慨 再想想 却也高兴地道 不是有句话说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吗 那样厉害的人物 却在小姐面前失了手 这就说明 小姐您才是最厉害的 凤语很苦笑 他哪里是厉害 青霜手指下的功夫 他领教过 如果不是他有那个作弊的空间 根本就是防不胜防的 只怕凤头拆 早被人偷走一百回了 小姐 接下来准备如何行事 黄泉看了一眼 他腰间的胡萝 您就带着这只大胡萝 进元王府吗 他挑了眉 有何不可 你有没有听说过 毒性越是强的 蛇入药就越是好 既然三殿下 把主财都送到咱们面前了 本县主不请他喝一壶 竹叶清泡的药酒 岂不是太事理说 他斜斜地勾起唇角 倒还真是有些期待 这场宴会了呢 终于 四辆马车 齐齐停到了元王府门前 他挑连下车时 正见到大皇子玄天齐 大步走向另一辆马车 李树周全地 在距离马车三步远的位置 停了下来 然后冲着马车拱手道 本王已再次供奉大小姐多时 还望奉大小姐能赏光同行 黄泉凑近凤与横 低声说了句 大殿下还挺像那么回事 再看玄天齐那边 陈渝的马车 车帘才刚一挑起 他便主动伸出手臂去 已经站到车厢口的陈渝 微顿了顿 到底还是扶着他的手臂下了马车 这一动作 引得府门口围观的一众夫人小姐皆是 倒吸了一口冷气 凤家的大小姐 什么时候跟大殿下扯上关系了 凤与横带着望川 率先往府门里走 看都没再往那边去看 只听到随后下了马车的粉带嚷嚷了一句 请大姐姐这些礼数吧 然后玄天齐就回了句 本王于人前光明正大的相邀 大小姐赏光 这与礼数有何干系 这位小姐 烦情口下积德 本王虽说脾气一向很好 却也并不认人说三道四 粉带随后就没了声音 黄泉嗤笑了一声 道 凤家 这位四小姐 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这时 已经有元王府的丫头 上前为二人领路 两人这一走一过的道 也是吸引了不少的目光 而这些目光 最终都落在凤与横腰间的 那只大葫芦上 仙女姐姐 一个清脆的铜声突然扬起 凤与横就瞧见一颗圆滚滚的肉丸子 从小路上急奔过来 猛的一下就扑到她身上 仙女姐姐 你怎么才来 飞羽都想死你了 她伸手去捏玄飞羽的脸蛋 你又胖了 黄泉笑着给说 给小黄孙请安 然后 从披风里变戏法斑 拿出一样东西 这是你仙女姐姐给你准备的寿礼 快看看喜不喜欢 一边说 一边将东西递给玄飞羽 同时还不忘补一句 凤家 统一给准备的那份 已经交给府中下人了 肉丸子 一边拆礼物 一边嘟着嘴巴说 那种统一准备的 我就不看了 多半是没用的东西 我就只想要 仙女姐姐准备的礼物 凤雨恒的礼物 是用一只木盒子装着的 外头裹了一层 她在空间里翻出来的包装纸 看起来挺漂亮 玄飞羽终于把盒子打开时 看着里面的东西就傻眼了 这些都是什么 你尝尝 凤雨恒笑眯眯地看着这小孩 每一样都尝一点 她其实只是把空间里的零食都拆了封 每一样都倒了一大半到盒子里 七拼八凑的 倒是凑够了满满一大盒 玄飞羽以前只吃过凤雨恒给的巧克力 至于其他的薯片啊 棉花糖啊 牛肉干之类的 可是见都没见过 这孩子只尝了一口 便如获至宝一般 死搂着那盒子 再不舍得多吃 你果然是仙女 她感叹 这么好吃的东西 是只有天上才有的吧 你说是 那便是 凤雨恒笑着又去揉她的脸蛋 走吧 带姐姐去宴会现场 好 玄飞羽拉着凤雨恒的手往前走 可是很快的 目光也聚焦到那只大葫芦上 不由得奇怪地问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她笑答 是姐姐准备要送给你三叔的东西 哦 到底是小孩子 比较好哄 听说不是给她的 便也不再多问 只是死搂着那只灵嘴盒子 一个劲儿的傻乐 元王府的宴席背在飞云厅 他们到时 已经有多半的宾客 已经落了座 凤雨恒扫尸一圈 只见最里面靠主位最近的地方 三皇子玄天叶 四皇子玄天翼 以及王皇子玄天掩 已然在座 她拒绝了玄飞宇的热情香邀请 只挑了个并不显眼的位置坐了下来 再对玄飞宇说 快到你父王母妃身边去 今日你是主角 大家来给你祝寿 你得拿出气息来 可不能总赖在我这里 平白地让人笑话 玄飞宇倒也明白这个道理 便小大人一样嘱咐他道 那你照顾好自己 我回头再来看你 这才又蹦跳着离开 而此时 大皇子玄天祺一行也走了进来 伴在他身边的人正式奉尘于 众人赶紧起身叩拜 玄天祺连声劝阻 今日小侄才是主角 诸位与本王就不必多礼了 说着话 又半转了 深看伴在身边的陈渝 道 已经进了正厅 凤大小姐便将斗笠取下来吧 陈渝冲着他俯了俯身 陈渝受皇后娘娘责罪 外出时必须要涂抹西江的黑烟纸 还望锦王殿下见了 莫要见怪才是 无妨 玄天祺摆了摆手 凤大小姐风姿 岂是一层黑烟纸便能挡得住的 多谢殿下 那一整套水晶头面 差时展在众人面前 毫不意外地惹了一阵惊呼 甚至有的小姐 已然惊叫出声来 陈渝的虚荣心 瞬间膨胀到了顶点 这半年来在凤宇恒的打压下 所受的屈辱 似乎一下子便找了回来 那种当初 身为凤家嫡女的荣耀感 又重新洗上心头 却不知 此时此刻 正有一道异样的目光 往他这边投递过来 又长脸了 一整套白水晶头面 带来的震撼之强烈 就一个劲地哭 这场面一下就让他想起了 当初御王府 把五宝抬进凤家时 粉带哭闹的那一出 陈渝眼珠一转 半转了身向粉带看去 还开口说了句 四妹妹怎地站得那样远 快到大姐姐身边来 粉带的确是站得远 一来是因为陈渝身边有大皇子 二来也是因为 他一向讨厌陈渝 根本就不屑跟他在一块 可也正因为他一直在后面 所以根本也不明白 这一大厅的夫人小姐 又哭又叫的 到底是怎么个意思 就算陈渝貌美 可也不至于美到这么多人 直接开哭吧 陈渝这么一叫 粉带总算是把目光向他投了去 这一看不要紧 只把个粉带给看得个目瞪口呆 看着粉带这表情 陈渝心里简直乐开了话 自从凤语恒回京 他不但在外头频频丢脸 在家人面前更是湿尽了颜面 尤其是这份粉带 几次三番不给他好脸色看 甚至还公然给他屎半子 这叫他如何能甘心 今日他故意戴上斗笠 直到走进宴厅才揭开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就在这两姐妹 一个得意 一个崩溃的功夫 玄天琪已然离开陈渝身边 往黄紫溪走了去 想容也不愿在门口多站 寻了凤语恒的位置走了过来 却也是对陈渝那一套水晶头面 惊讶不已 大姐姐是从何处得来 这样华美的首饰 沈家人给的吗 凤语并没答这话 只是眯着眼看向陈渝 琢磨了一会儿 这才品鉴道 水晶是好看 只是配上她那张黑脸 可就失了太多光滑了 想容不由地看了凤语恒一眼 她这二姐姐 从来都不怎么刻意打扮 明明有太多 比大姐更好的东西 却从未见她带过 其实二姐姐 如果能把渝王殿下 送你的东西带起来 一定比大姐姐还要好看 她想着 话就已经说了出 却又想起近日来朝中 传来的消息 想到童生轩近日光景 便觉自己失言 赶紧就住了口 凤语恒却安慰她说 没事 鹿死水手还不一定吗 这时 陈渝已然在门口招摇得差不多了 正款步也往她这边走来 粉黛也在后面跟着 一双眼睛直盯着陈渝的水晶 像被吸了魂一般 那些曾经不待见过陈渝的大家小姐们 也纷纷向她靠拢 完全忘了在她们的观念中 嫡数有别是多么的根深蒂固 陈渝如今一个庶女 却已然成了全场的焦点 凤语恒拉着想容往边上挪了几个位置 给陈渝腾了个主会场出来 那些小姐们四眉看到凤语恒般 甚至还有人用脚踢了替她留下的椅子 一脸的厌烦 陈渝的虚荣心已经膨胀到了极点 只觉得 哪怕从前做嫡女 也不涂黑胭脂的时候 都没受到过这样的追捧 而这一切 全部都要归功于大殿下 玄天气送的这一套水晶头面 她今日特地为这套首饰 配了素色的裙袍 生生地压制住了 想为玄天华穿红衣的念头 身边围着的小姐们 不停地感叹这套水晶的华美 几次有人想伸手去摸 却都被以灵给拦了下来 陈渝将目光向大皇子投去 刚好那人也在向他望来 两人目光相撞 羞得陈渝红着脸低下了头 可这头是低下了 心里却总有些犯了合计 刚刚看见大皇子时 似乎觉出另有一道目光 也往他这边迎了上来 他最开始以为是三皇子玄天叶 毕竟这么多皇子里面 真正与他有过交集的 也就只有玄天叶 可渝光撇去 却发现 玄天叶好像正在跟四皇子 在说着些什么 这几位皇子的样子 他是极熟的 可目光投来的方向 那张面孔十分陌生 陈渝心里砰砰直跳 也说不上是欣喜还是慌乱 突然一下子 好像转了风向一般 皇子们都向他示好 倒让他有些应接不暇 凤玉恒斜笑着看了他一会儿 又往皇子堆里看去 那个一脸玩味地看着陈渝的人 陈渝不认识 他可心里有数 五皇子玄天掩 那个刚娶了帝恩房小妾的皇子 对陈渝头上的那套水晶 可也很是喜欢呢 他看戏一样的 看着眼前这一出一出 伸了手去拿桌上茶盏 谁知他这手指 都已经碰到碗芽了 那原本放在桌上的空茶碗 却突然就被人给拿了去 凤玉恒一愣 扭头去看那拿走茶盏的人 见是个十四五岁的姑娘 倒不是很眼神 想来这几次宴会中 也是见过的 在那姑娘身边 还坐着几个同龄女子 此刻正瞅着凤玉恒 一脸得意地笑 凤玉恒没理她们 左右桌上都背着不少茶碗 没了那个 她再拿另一个就是了 只是她没想到 在去拿另一只茶碗时 赶巧又在她碰到碗芽时 伸过来一只手 把她相中的那个给拿走了 凤玉恒只觉有趣 依次去拿桌上其他的 一个接着一个 一共六个 全部被旁人抢光 她扭过头 好笑地看着那几位姑娘 不解地问 你们喜欢收藏 这话倒是问得几人一愣 那第一位动手抢碗的人答了话 我们只是口渴 凤玉恒点头 哦 可目光在往几人手里瞅去 却又摇了摇头 一脸遗憾地道 我从小在山里长大 见惯了粗野的山村丫头 回京之后 才听说 京中贵族家的小姐们 个个都是极有家教涵养的闺秀 却不想 我竟是误解了 你这话是何意 那位小姐竟然不惊计 一听凤玉恒如此说话 当场就发作了 你是说 我们没有教养 不然呢 凤玉恒贪贪手 与人抢茶碗 这我还能理解为 你们实在是太可 但你看看你们 人人手里都握了两只茶碗 这是有多可 要两只手一边握一个左右开弓的喝 只怕男人喝酒 也没有这么豪迈吧 几人被他说得好一阵脸红 明明在家里的时候 就听说豫王现在失了事 连带着他未来的王妃 也跟着频频受罚 早就没了往日的尊荣 如今在皇上跟前 最有分量的人是锦王 他们何必还像从前那般 去在意凤玉恒 更何况 这九位皇子中 七皇子玄天华 和九皇子玄天明 那都是金钟小姐们心肩肩上的人 虽说玄天明如今伤了腿坏了脸 但也能把那份爱慕 成功地转化为爱恋 总之在这些姑娘们心中 凤玉恒就是毁了他们男神的罪人 正如你所说 我们姐妹喜欢收藏 那位小姐到底是不甘心 又开了口 元王府的茶展很不错 我们准备一人带一只回去收藏把玩 哦 凤玉恒表示领会 那便收好吧 记得走时跟王府的人抱背一声 别让人家以为丢了东西 再大肆地查找 可就不好了 他一边说一边冲着一个正好走到近前的侍女招手 你过来 元王府的侍女对凤玉恒极为尊重客气 立即到她面前行礼 奴婢见过县主 请问县主有何吩咐 凤玉恒指了指身边几人 故意扬了声道 他们看上了元王府的茶展 准备一人带一只回去收藏 你去帮着包起来吧 可别摔坏了 几位小姐是会心疼的 那侍女一愣 这不过是普通的茶展 虽然也算精美 却也不值得收藏吧 那几位小姐 被两人的话撞得个大红脸 再看看那些听到这几句话的人们 纷纷往这边看过来 不由地低下头去 此时此刻 他们心里就只剩下了两个字 丢脸 可惜 丢脸的事却还没完 今日艳客的东家 二皇子玄天灵 正携着王妃从佩殿走了来 也不怎么的 好巧不巧的 就把这一番对话给听了去 不由地哈哈大笑 没想到我元王府的茶碗 也这般招人待见 来人 多备几套 给几位小姐带回去赏玩 说完 还不忘冲着凤与恒 不着痕迹的挤了几眼 随后又补了一句 如果本王没认错 这几位应该是赵大人 周大人 齐大人 真大人 还有孙大人家的千金吧 不必跟本王客气 看上了什么尽管开口 本王定不会吝啬这些身外之物 只是这东西 小姐们品鉴的如何 可要记得 明日让几位大人 在散朝后来与本王说说 那几位小姐 一听这话脸都白了 女儿家的小心思 若是闹到父亲的朝堂上 岂不是成了大笑话 可在看二皇子 却已经携着王妃走上主位 他们再想辩驳几句 也都没了机会 不由得都拈了下来 凤与恒笑笑 老家常一般说 在失事 他也是皇上的儿子 再不受宠 我好歹也被人叫一声县主 几位小姐 若是连这点道理都不明白 怕是真要给你们的父亲 惹去麻烦了 她话说完 有侍女重新送了茶盏过来 连里头的茶都是 与别人不一样的 这是飞羽殿下 给县主特地冲泡的茶 小侍女冲着凤与恒笑笑 将茶盏递到凤与恒跟前 此时 主人已经落座 宾客们便也纷纷离开各自的小圈子 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陈渝身边也总算亲近了些 却还是有一些小姐不愿意走 眼睛简直掉到那些白水晶上 怎么都一不开 二皇子玄天灵环时艳听一圈 随后朗声大笑 小而年幼 本不该办什么老十字的寿宴 但这小子生心爱热闹 非缠着本王和他母妃 把大家都叫来 就图个乐呵 想着左右是小孩子 便只请了夫人小姐们 本王原本还担心会招待不周 可刚刚听说 有几位小姐 相中了府上的茶碗 这倒让本王甚是欣慰啊 元王一番壮丝玩笑的话 逗得人们直乐 有心之人却觉得 这是元王在跟凤与恒示好 不是说他失宠了吗 也有人想到了另一方面 听说那基安县主 曾救过小皇孙一命 元王对他示好 不过是感激罢了 凤与恒端着茶盏证 一口一口地喝着 黄泉却在这时轻轻地捅了他一下 然后往陈渝那边递了个眼色 他余光撇去 刚好看到一名王府侍女 正抚在陈渝身边轻声而语 姑奶奶吓死你 陈渝垂间地发挡了他的视线 让他看不到那侍女唇部动作 无法分辨出都说了些什么 只是在扭回头来 刚好对上玄天夜的目光 那双习惯性的怒目 在他面上只停留了一瞬 便盯上他腰间的葫芦 凤与恒扯开唇角笑了起来 伸手往那葫芦上拍了拍 然后将手中茶盏举起 竟是与那玄天夜摇敬了一杯 玄天夜倒也不必 杯中之酒一饮而尽 此时 场上歌舞一时 美艳舞鸡隔去了艳厅两边的视线 只见舞姿妙曼 踩一飘飘 偶见对面的推杯换盏 无外乎宴会的一贯样子 倒也没多少新鲜 玄飞宇作为小寿星 自然是离不了主台 正被他那几个叔叔们传着玩耍 凤与恒的目光在场内转了一圈 最终又回到自己眼巴前的这一方小天地 左侧那几个被说得没了脸面的小姐 早就挪走了 右侧 粉黛一点点地挪了过来 挨着想容坐下 可目光却还是控制不住地 往陈渝身上投去 陈渝跟身边几位小姐又说了几句 然后大家各自散开 她便也坐了过来 粉黛不愿意挨她太近 想挪走 却又舍不得不去看那些水晶 陈渝也不怎么想的 竟是在粉黛那样赤裂的目光中 这一番举动不但把粉黛给惊呆了 就连凤与恒都皱了皱眉心 这是什么情况 有离得近的小姐听到陈渝的话 不由禁地脱口出 你要把如此贵重的东西送人 陈渝冲那说话之人笑笑 和善地道 这是我家里的四妹妹 我是姐姐 即便有再好的东西 只要妹妹喜欢 都是要让给妹妹的 只是这套头面也是贵人送的 不好全部转赠 不然 她看向的粉黛 姐姐就是把这一套水晶全给了妹妹 也是乐意的 那位小姐听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只感叹 能有你这样的姐姐可真好 随即起身 却跟别家小姐们八卦去了 凤与恒心中冷笑 只怕这一场宴会之后 有关凤家大小姐 如何亲善友爱姐妹的话 又会疯传一阵子了 但她并不认为 这就是凤陈渝舍得那耳坠子的原因 要知道 这套水晶之所以引人惊叹 是因为它是一整套 少了一副耳坠子 效果便大打折扣 她舍了这样的东西 若只为换个贤名 凤与恒觉得 以陈渝的头脑 是万万舍不得的 而之所以东西能转到粉袋手里 她的眼眯得更甚 就见陈渝已经动手 将那水晶耳坠给粉袋换了上 一边换一边跟粉袋说 上次姐姐送你的那副耳坠 虽说也是好看 但跟这个比起来 还是差了许多 耳坠换带完 陈渝看着粉袋忍不住赞叹 四妹妹真是越来越美 再过两年长大些 只怕大姐姐都要被你比下去了呢 凤粉袋原本对着陈渝厌烦 只把这孩子给惊喜得差一点 就要抱着陈渝亲上两口 凤与恒无暇去理会这两姐妹秀亲情 倒是透过场上武技的妙曼身姿 将目光往皇子位上投了去 今天来的皇子并不多 但平日里不常在这种席面上透脸的五皇子 却被二皇子请了来 此刻 五皇子的目光已经从陈渝身上 向粉袋处转移 两眼直盯着 那副耳坠子 身体前倾 眼珠几乎都要掉出来 霍水东营吗 这个道理她明白 但陈渝又是如何想到的 那些小妾又说起那些小妾的眉眼神态 都有着几分相似 她便心里有了些数 这些日子打着闭门思过的旗号 倒是见了玄天明几次 关于五皇子的事情倒是打听了的详细 原来 那人在几年前曾看上了后宫的一个妃子 被皇帝发现后 生生把那妃子进到水牢里溺死 还把五皇子送到荒州去受了好些年的苦 后来五皇子回京 静意改往日新兴 一房一房的小妾往府门里抬 个个儿的眉眼都生得像那溺死的妃子 当然 单单是这些 还猝不成他们说动大皇子 给凤陈鱼送去一套水晶头面 之所以有了这套水晶 是因为玄天华说了一件事 据说那妃子溺水时 只耳朵上坠了一副白水晶 其余手势一样没有 而那白水晶 则是他进宫前娘家的陪嫁 凤与恒记在了心里 跟玄天明商量着想出这个主意 一来借着送礼 让大皇子摆出 像被传言有着奉命的陈鱼示好的姿态 二来 那五皇子 既然能那曲如此之多 与那妃子眉眼相向的小妾 他就不幸 这么一整套水晶 还吸引不了对方的目光 这一场浑水五皇子 若是再出来烫一烫 便更热闹 可是 凤陈鱼何以竟能精准地 挑出耳环 转赠粉带 他想到之前与陈鱼耳语的那个丫头 不由的神经一震 下意识地 就往三皇子玄天夜处看去 只见那人正 冲着他微笑举杯 一杯美酒 再度一饮而尽 凤与恒心里起了一阵波动 有些后悔 今日劝着玄天明与玄天华二人没来 以至于此时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 黄泉陪在凤与恒身边 似觉得他情绪不对劲 不由地凑近了些问道 小姐 你怎么了 凤与恒揪着心在想事情 一时也没打话 陈鱼跟粉带一幕幕姐妹情深看在眼里 总觉得 似乎什么地方出了纰漏 他将手搭在那只大葫芦上 原本觉得 在这件事情上 一直占上风 可如今看来 只怕才将将打了平手 这宴厅里太闷了 陪我出去走走 凤与恒起身 拉了黄泉离席 走动间 四看的皇子席间 也有人离开 一晃的功夫 倒是走得比他还快 两人一路逛到元王府的小花园里 严冬纳月 尽是寒梅 雪打了红花 美人让人惊叹 只是他没心情赏梅 即便这里的梅花 比凤府关梅园的好看太多 此刻却也没了心情 黄泉见他心中烦闷 不由得道 如果小姐不喜欢这里 这就回去 岂不是辜负了三哥在此等我多时 他一边说一边加快了步子 直往梅园中心走 果然 在园子中心的梁亭里 三皇子玄天叶正副手 立等在那里 黄泉吓了一跳 习惯性地就窜到凤与恒身前去保护 却被他拉了回来 没事 你且在这边等我 我去跟三哥说说话 黄泉正想提醒他小心 可话还没出口 凤与恒已然迈开步子走了进去 玄天叶向他看来 不由地拍了拍手 现出好胆识 凤与恒笑笑 您是豫王殿下的三哥 阿恒也叫的一声三哥 都是自家人 有何可怕的呢 说得好 玄天叶点了点头 县主怎爹 里头好好的歌舞不看 要出来逛园子 他干脆坐到石椅上 好整以侠地看着凤与恒 女孩子逛花园 这是最平常不过的事 三哥何以大惊小怪 他走上凉亭 倒是随手将腰间的葫芦捡了下来 来得匆忙 不知三哥可有带酒 玄天叶随手也在腰间 解了个小酒壶放在桌上 不多 倒也够我二人喝上两口 阿恒氏大夫 最是擅长也要治酒 今日刚好得了一条好蛇 听说用蛇毒泡酒 最是养人 三哥可有兴趣尝尝 他挑眉看他 那样子 哪里是有兴趣尝尝 分明就是可有胆量尝尝 一边说 一边将腰间的葫芦拿在手里 口子拧开 一翻手 就将那条竹叶青给倒了出来 玄天叶对他此举 倒是心下危惊 那翠绿翠绿的蛇此刻 就摆在二人中间的石桌上 像是睡着了般安静 却并没死 他自然是了解这东西的毒性 可眼下看着凤雨横 就把那蛇拿在手里 一下一下地抚摸着 就像那不是蛇 而是小猫小狗一般 直看着他目瞪口呆 这蛇名为竹叶青 毒性极强 人若是被他咬上一口 别说求医 只怕连救命都来不及喊上一声 就已然毙命 他怀里抱着蛇 像是在讲故事 可目中射出的金光 却如毒蟹一般 让人看得遍体生寒 但毒性越强的蛇之酒就越好 我总想找一条竹叶青之酒 可惜始终也没得空去寻 今日倒不知是谁进这般好心 送礼送到我的马车上 我都不急 跟人家说声谢谢 他笑着站起身 左手提出那蛇的三寸 右手伸入左秀 竟是摸了一只木钉 和一把匕首出来 左右看看 欲缘中挑中一棵大树 捡了块碎石 居然将木钉直对着舌头 举起石头 砰砰砰的几下 就钉到了树干之上 只觉得这小丫头 邪性地让人激进生寒 纵使他一个大男人 见了这番所为 都不得不皱紧了眉头 可凤与恒的动作 显然还未停止 那蛇定上树干之后 他操起手中匕首 直接就往舌头上开了个口子 然后匕首没有拔出 顺着往蛇身下拉 刀不走偏 深浅适度 几乎就是眨眼的功夫 便包下一整张蛇皮来 找制皮的匠人 倒是能做个很好看的蛇皮小包 他笑着把蛇皮扔给玄天叶 轻松地就像是在扔一皮布 被包了皮的蛇身精还在颤动 他将蛇取下来 走回亭子 蛇口倒着对准酒壶口 手下一紧 硬是让他挤出几滴汁液来 随后 蛇身种入葫芦 封了口放到桌上 再没用了 三哥可要尝尝这蛇之酒 他把手中酒壶晃了晃 大不大 玄天叶两道剑眉都挤到了一起 就觉得 面前这个丫头 怎么跟鬼一样 干得哪一件 也不像是正常人 能干出来的事 被这样一个人惦记着 算计着 他真的不知道 是该害怕 还是该感到荣幸 三哥不敢喝 凤与恒脆声声地笑了开来 也是 我是请人喝酒的 当然要先喝为敬 说着 竟是一仰薄 对着那酒壶 就倒了一口酒到嘴里 然后在玄天叶 已经掩饰不住的惊恐目光中 将那毒酒利落咽下 极大的筹码 三哥 该你了 凤与恒将酒壶递还给玄天叶 当然 若是三哥不敢喝 便倒掉吧 阿恒只是想把好东西给三哥尝尝 但也不能强人所难 他越是这样说 玄三叶就越是不能不喝 一个小姑娘都喝了 他若倒掉 那成了什么 干脆一咬呀 拿起酒壶也喝了一口 却在下咽时 感觉到自己的一颗心蓬蓬的跳 见他把酒喝了 凤与恒这才又笑出声 三哥放心 蛇毒是通过血液发挥生效的 这样荡酒喝 根本就跟中毒不挨着 玄天叶知他是大夫 这样的事情自识变不过他 左右喝也喝了 便也不再纠结这个话题 但是心里对于凤与恒 却又更多了一层忌惮 两人转身赏眉 目光投向那棵顶过舌头的大树 玄天叶忽然就说了句 能凑齐打出一整套头面的白水晶 实在难得 大哥也算是有心了 凤与恒轻叹了声 大姐姐命好 自然配得起大哥如此垂暗 不像我 从小被人说是灾心 若不是跟御王殿下多年前就有了婚约 只怕要留在府里留成老姑娘吗 县主真会说笑 玄天叶面无表情 双目仍然只是那棵树 只有这样 他才能提醒自己 是在跟一个什么样的女子正说着话 你若把他真当成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 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唉 凤与恒苦笑摇头 我是柯灾心 又治不好御王殿下的腿 还丢了那凤头差 父皇带我 已大不如前了 听他又提起凤头差 玄天叶的心都跟着哆嗦 妙手圣仙下手三次 居然未得 那东西到底是在哪里 难不成 他眯着眼睛转看凤与恒 难不成还在这丫头手中 天寒地冻 县主不准备回去 他心里一阵烦躁 不愿与凤与恒再说下去 总觉得这小丫头 正在给他画一个深坑 他纵视瞧见了第一个 也难保坑后还有坑 我再待一会儿 里面闹得慌 凤与恒冲他笑笑 三哥先回吧 好 那咱们改日有机会在一起饮酒 玄天叶扔下这句话 大步离开 总觉得跟凤与恒说话 窒息的难受 这丫头邪门的 让他看都不想再看去一眼 却在走了没几步时 又听到凤与恒 在后头撞似 自言自语般说了句 哎 经理都冷成这样 北界还指不定要 冻死多少人呢 他眉脚抽了两下 脚步便加快几分 见人走远 凤与恒倒是夺回石凳边 又坐了下来 然后开口对着空气道 出来吧 别藏了 不多时 就听到有脚步声 从一处假山后头绕了过来 弟妹是何时发现 本王在这里的 来人竟是锦王玄天琪 凤与恒扭声看他 道 我就随便这么一喊 胡乱猜的 玄天琪耸机二笑 跟这位县主说话 总是这样有趣 这一点 打从前些日子 玄天明偷偷带他到童生轩去 他便已经感受到了 弟妹跟九弟 可真是下得一手好奇 把这么一个乱贪子 推给本王 可知那妙手圣仙 已经到锦王府上去了多次 要不是本王身边暗卫还算机灵 只怕这向上人头 已经被偷走 不知多少次了 大哥是生意人 若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又怎的敢接下这桩买卖 凤与恒笑看着玄天琪 上次九殿下就说过 只要大哥能陪我们演完这出戏 好处 自然是少不了你的 哦 玄天琪在他对面坐下来 认真地问道 那你且说说 在这桩生意里 我究竟能得到什么 他之所以敢躺玄天明这趟浑水 一是与玄天叶 也有些多年前结下的梁子 二来 玄天明说过 若他肯援手 凤与恒会给他一个惊喜 他便是冲着那个惊喜 一直配合着这一出戏 甚至跟皇上都演得十分新奇 就连让他给陈玉侍好 送一套水晶头面 他都送了 如今 那惊喜 总也是到了揭晓的时候 凤与恒意 认真回望了他 伴上 终于道 只要大哥能配合我们 以及父皇 成功牵制住三殿下的私兵 最差也得让他将兵回 从北边调回中途 只要能控制在大顺的腹地 一切就都好说 他没直言 所许利益是什么 倒是因今日突发的变动 玄天奇自然知道 三皇子这么些年 一直续养私兵 意图夺位 只是不明白 为何要极力阻止 其往北边集中 他将疑惑问出 凤与恒倒也很诚实地告诉他 因为我们怀疑 他与北界的千州国早有勾结 若让他们连起手来 恐怕日后再破 就没现在这样 容易了 现在容易吗 玄天奇苦笑 现在也不容易啊 你也看到了 一套水晶 那凤丞鱼转身 就送了你们凤家的四小姐 只怕老五线下 已经在跟那凤四小姐热聊了 而你那大姐凤丞鱼 虽是有倾城之姿 可我看他 脑子倒不是很好使 这样的人 当真有凤命 有没有不是我们说的 这么多年传说下来 叫人即便不信 也总得合计几分 至于那水晶 凤与恒心头又是一阵烦躁 事情总有意外 我们会再想查 大哥不必接缓 总之 如今父皇主义的楚卫人选是大哥 咱们一看三殿下 能不能沉得住气 二也但愿他能对九殿下那边 放松警惕 给我们争取些时间 对付那些已经引了北界的私兵 至于大哥在这桩生意中所得利益 他终于说到关键所在 玄天祺把眼睛睁得老大 身子也凑了过来 凤与恒失笑 大皇子玄天祺酷爱经商 他绝不关心朝政 一门心思的就钻到生意里 说他是这天下第一妇人 一点都不夸张 最主要的是 他的生意遍布大顺 以及周边四国 不论走到哪 都有他的人在 这样的一种存在 其实是最要命的 他手里虽不握兵 但是握了钱 我们没有钱 凤与恒实话实说 大哥最喜欢的东西 我跟九殿下没有 那你们有什么 听他这样说 玄天祺不但没有失望 甚至还有几分欣喜和期待 凤与恒也往前凑了凑 声音压低 听说大哥年近四旬 无子 玄天祺一正 老脸瞬间涨红 就想问你怎么知道 可再又想想 有玄天明在 这丫头什么能不知道呢 我是大夫 大哥在我面前 无需顾忌太多 他也不卖关子 主动道 我的筹码 便是我这一手医术 大哥相助我们成此大事 我知大哥不欲之正 死 玄天祺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个诱惑于他来说 太大了 他半生经商 将扩展金银版图 与积累财富 视为人生最大乐趣 可就像凤与恒所说 他年近四旬 无子 亦无女 府里不管是正妃 还是妾氏 都生不出孩子来 若此一生无后 那这大笔的 财富他又要来作甚 难不成死后 捐给国库 玄天祺一口气就那么提掉着 过了许久才倾途而出 却是用着几乎打颤的声音 问凤与恒 你当真能治 他点头 能治 玄天祺想都没想 大掌一拍 成交 随即又想到关键之事 那水晶 弟妹术本王直言 可是我们的计划 已经被人驶穿 凤与恒摇头 老师弟道 我也不知道 但对方若是完全不怀疑 是绝对不可能的 三殿下本就生性多疑 我们总不好指望 做了这几日的戏 便能将他糊弄住 且再看看吧 好 那本王就等弟妹那边的消息 他说着话站起身 不再多留 直到 本王先回去 随即转身便走 黄泉这才小跑着 来到凤与恒身边 有些担心地道 您见大殿下也就罢了 只是那三殿下小姐 一个人见他 奴婢这心就一直没落地儿过 凤与恒失笑 难不成他还能吃了我 你以为不能呢 黄泉眼睛都立起来了 两年前湘王府就有传闻说 三殿下气脑的时候会咬人 他府里以前的管家 就是被他生生咬死的 我又不是手无寸铁的管家 凤与恒翻了个白眼 把手中那包蛇皮的匕首 转了一圈 你看 我可是带着凶器的 黄泉抽了抽嘴角 小姐你那袖子奴婢 就不做评价了 在瞥了一眼石桌上 玄天叶没有带走的蛇皮 不由得又打了个机灵 这玩意怎么处理 凤与恒瞅着那翠绿翠绿的蛇皮 实在是好看 便捡了起来 深入袖口扔进空间 回头我找人用蛇皮 这个小物件 嗯 再过不到两月就是大年了 到时候当礼物送到湘王府 将来湘王殿下一定会喜欢 黄泉这才掩着嘴笑起来 奴婢远远地瞧着湘王殿下 看小姐包蛇皮实的脸色 想来看到这份礼物 那一个年 她都同心思好好过了呢 她一边说 一边用十分钦佩的目光 看着凤与恒 小姐录的那一手 实在是太震慑人心了 别说是湘王 只怕咱们酒店下见了 也不得不服 凤与恒一咧嘴 你可千万别跟玄天明说 她上回都说我不像女人了 黄泉扑哧一下就笑了 小姐还小吗 小姑娘都是贪玩的 只不过是玩的东西特殊一点罢了 这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凤与恒黄泉的这个心态甚是满意 她站起身 就准备回到宴会现场去 可才出了亭子 还没走几步呢 就见宴廷的方向 有一个圆滚滚的身影 朝着这边咕噜过来 黄泉移了一声 道 小黄孙是出来找小姐您的吧 说着话 玄飞鱼已经跑到了镜前 却是拉着凤与恒的手 也不顾自己类的气喘吁吁 只一个劲地把她往回拽 同时嚷着 仙女姐姐快 快点回去 你的那个妹妹出事了 玉席 跟着玄飞鱼回到宴廷时 一眼就看到 在皇子席位间 已然多了一位妙龄少女 那少女五皇子玄天眼的身边 正举杯欢迎 广秀退至肘间 露出一截图浩白的手腕 但那腕并吸引不去玄天眼的目光 倒是她耳间的白水晶坠子 让其不忍一目 那不是凤粉袋 又是谁 她不是好好的 在跟武殿下喝酒 你怎能说她出事了 凤雨恒捏了捏玄飞鱼的小脸蛋 眼睛却盯向凤尘鱼 目入阴寒 玄飞鱼很认真地回答她 因为我曾听父王说过 武叔家里美妾成群 但凡好人家的女孩 都对她避之不及 万万不敢与她扯上关系 是才是武叔主动过来 邀请凤家小姐过去喝酒的 我一看到 就赶紧跑出去叫你了 谁知道 玄飞鱼又看了一会儿武皇子那边 纳闷地说 你的妹妹好像还挺乐意的 凤雨恒冷哼一声 拉着玄飞鱼回了座位 既然人家乐意 姐姐就不去坐那乐人了 玄飞鱼点头 是啊 我看你那妹妹也不像是省心的 仙女姐姐还是不要去管了 小孩子又缠着凤雨恒玩了一会儿 便跑远了去 小荣赶紧凑过来 压低声音跟凤雨恒说 四妹妹不会有事吧 我看她喝了好几杯酒 能有什么事 她看看粉袋 就见那丫头又是一养伯 一杯酒就下肚了 越是想飞上枝头当凤凰的人 摔得就越是悲惨 她说这话时声音微微扬起 坐得远的人还听不到 但就在想容身边的陈鱼 却是听了个真切 直觉的凤雨恒这样的话 好像是在说她 但她却并不以为意 粉袋摔得惨 并不代表她也会摔 就凭刚刚三皇子派人来给她递口信 让她把水晶耳坠转赠给粉袋 她就能断定三皇子对她是有情义的 本还舍不得那耳坠子 却没想到 一副小小的耳坠 居然能让五皇子如此看重 她不由地暗自心惊 如果不给粉袋 她带着这一整套白水晶 那一项慌 淫无度的五皇子 岂不是要扑上来 原本就想不明白 何以大皇子无视献殷勤 如今看来 并不是她的美貌 令对方有所动容 相反的 这竟是一个圈套 一想到这 陈鱼立即端起茶展起了身 款款地往皇子席前走去 直走到玄天叶面前方 才停了下来 凤与恒瞅着陈鱼四 在跟玄天叶敬酒 黄泉府在她耳边说 难不成 大殿下送水晶的伎俩 被三殿给识破了 她笑笑 却道 就算识破 又能如何 青霜的事 根本也就是我无中生有 可是你觉得 一向疑心病最重的三殿下 会一点都不往心里去 黄泉神色一动 有些欣喜 小姐的意思是 只要在三殿下的心里造成影响 往后不愁她不找后仗 没错 凤与恒勾起唇角 看向玄天叶 破解了水晶 又能如何 没让陈鱼陷入五皇子的纠缠 又能如何 玄天叶 你自以为与我打了个平手 却不知 我即便是书 也要不着痕迹地 给你留下一道阴影 你 照我到底是欺差一照 寿宴结束时 外头的雪下的也有些大了 各家的马车都等在府门口 夫人小姐们出去一批就走几辆 然后排在后面的车 就再往前挪几步 凤与恒瞅着 倒是有点像21世纪在等公交车 她迎雪而战 神色有些茫然 竟有那么一瞬间 意识开始恍惚 几乎变不清 这到底是个什么时空 她是在大顺 还是在陆战部队的宿舍门前 二姐姐 响容的声音 将凤与恒的思绪强拉了回来 四妹妹有些喝多了 我去与她坐一辆车吧 省得出事 凤与恒点点头 好 然后再跟黄泉道 你也跟着三小姐一起 不然凤粉呆闹起来 他们几个丫头 可是压不住的 黄泉有些不放心她 那小姐呢 放心 我有搬走 她话说完 台部就往自己的马车处走了去 就听到府门口 有嘴快的小姐道 丢了那样贵重的凤头金钗 还好意思出来招摇 脸皮真是太厚了 你们看 她坐的也不过是普通马车 那辆玉次的公车 怎么不见她坐 八成是被皇上又收回去了吧 是啊 治不好九殿下的腿 想来她那个未来御王妃的头衔 也快要被摘了呢 凤与恒突然站住脚 回过身来 好笑地看着那几位嚼舌根的丫头 几位如此为御王教驱 可知对御王殿下定是情深义重 不如我去回禀了父皇 让父皇下旨 退了我与御王殿下的婚约 再给几位小姐赐婚 如何 哦对了 王爷正妃只能有一个 你们还得考虑一下 谁做正妃 谁做侧妃 剩下的便只能为妾 她一番话 说的那几位小姐面色丈红 适才在宴廷里 就已经被元王警告了一番 本已有些忌惮 却管不住自己的嘴和心 刚才明明看到凤与恒已经走远 他们那样小声地说话 应该不会听到的 却没想到 这凤家二小姐的耳朵 居然这么累 几个被堵得哑口无言 凤与恒却说起了劲 干脆往回走了几步 再道 亦或者将来我入了王府 几位若还没有合适的人家上门提亲 我也可以求了王爷 将你们一并收入府中 但也只能委屈委窃 不过 他眼珠一转 突然就笑得千娇百妹 不过殿下早就说过 他只愿娶阿恒一人 其余的 连个通房丫头都不屑要呢 他的话将其中一位小姐彻底激怒了 不由得杨大的声音叫起来 豫王殿下腿都治不好了 就是想要通房也要不成 你得意什么呀 等过了几年你 连的孩子都没有 可别找我埋哭 放心 凤与恒目入阴寒 你等不到我哭 因为我从没见到过 当众辱骂皇子的人 还能继续活下去 这位姑娘 你自求多福吧 他说完 转身就走 那也不知是谁家的小姐 在听了凤与恒的话之后 立即惨白了脸色 再看另几位 一直与他站在一处的小姐们 竟是历史散了开 就像他是猛兽般 唯恐避之不及 凤与恒独自一人上了马车 车夫立即扬边打马 车子在雪地里急迟开来 随着他的离开 凤家其余三辆马车 也跟着一并赶起 那些小姐们再不敢多话 一个个皆在思量着 那位嘴巴 没有把门将的姑娘 会落得个什么下场 黄泉跟响容一起上了粉带的马车 凤与恒离着老远 还能听到后面粉带 一直没有停息的叫喊声 一会儿是喊武殿下 一会儿又喊九殿下 一会儿又开始唱歌 他对发酒疯的人 一向没有好感 身边又没人陪着说话 无聊地干脆闭目养神 雪天路难走 马车即便是急迟 行得也没有往常快 凤与恒就觉得 这回程的路太过漫长 他都快要睡着了 不由地开口问了车夫 怎么还没到 车夫无奈地答 回二小姐 雪实在太大了 有条小路堵住不能走 咱们现在绕了远道 他没再问什么 毕竟有班 走在暗处跟着 车夫又是县主府自己的人 断不会在这上面出事 可是 他只起腰坐正了些 右眼皮一直在扑扑地跳个不停 老话说 左眼跳财右眼跳灾 他虽然不是狠心那些个话 但心里那种不好的预感 却是让他不得不谨慎开来 凤与恒的直觉一向很准 心中念头刚一动 就听外头突然传来扳走的声音 是道 主子小心 他下意识地就一偏身 砰的一下 一柄利剑从车厢后头 擦着他的右耳就射了过去 直穿过车帘 就听扑的一声没入肉 外头那赶车的车夫 连叫声都没发出来 立时在倒在地 车夫一死 马顿时没了方向 一声嘶鸣过后 便开始疯跑 凤与横扶在马车里 耳朵几乎竖了起来 紧听着外头的动静 只为有搬走与人的打斗声 不时传来 很快 直下的功夫 就没了声音 随后一阵急风扑来 直接坐到马车前 他没躲 长期的接触 已然让他能够分辨出 搬走的身形和行动声音 果然 外头没有方向狂奔的马 随着新车夫的归位 马上就平稳下来 主子没事吧 搬走一边赶车一边问他 声音有些喘 显然外头的人并不好对付 没事 他只起身掀了车帘 看到搬走 似乎并没有受伤 这才松了口气 给 搬走一回头 将一支箭递给他 我瞅着不像大顺的东西 凤与恒接过箭 把车帘放下 拿在手中看了一会儿 也得不出什么结论 他甚至连是不是大顺的东西 都看不出来 正想跟搬走探讨两句 呼得他神经一动 几乎是想都没想的 直接右手俯上左腕 人差时引入空间 就在他入了空间的那一瞬 一声 惊叫了出了口 搬走 趴下 搬走下意识地弯下身 就在同一时间 又是一柄箭擦着他的头皮 窜了出去 两箭全都是透过车厢后背射来的 力道大的那车厢的石木 就如一张纸斑 完全阻碍不了箭的前行速度 搬走极了 又想去找人拼命 又惦记着凤与恒 一时间十分为难 而引入空间的人 此刻也重新现身 一出现 第一句话便问 有没有受伤 搬走立即道 没有 你呢 我也没事 凤与恒心头惊骇此起彼伏 右手一直就在左腕上放着 都不敢移开 生怕下一次危机来临时 来不及躲避 好犀利的剑法 他虽紧张 却也不得不感叹 这样的剑 呼得心中一动 就想起玄天明 曾与他说起过的 北界千州国的神社 搬走 他掀了帘子急声吩咐 别回同声轩了 我们去御王府 玄天明 你偷着乐趣吧 许是因为雪大天黑 凤与恒的马车调转了方向 后头三辆车 根本就未曾察觉 就连那个死了的车夫 也好巧不巧地 倒在了一个雪堆里 历时被积雪覆盖 血迹都也埋在雪下了 几乎没给街道 留下半点痕迹 陈瑜坐的那辆车 是离凤与恒最近的 赶车的车夫 就觉得二小姐的车 跑得实在太快了些 他也没赶跟 毕竟路滑 还是稳妥些好 当凤与恒的马车 停到御王府时 刚好门房在清扫门前积雪 那门房看到马车 时愣了一下 因为搬走是暗卫 基本不在人前出现 这门房根本也不认得他 就准备上前 问问他们是什么人 将凤家二小姐 与未来御王妃的身份 融合到一起 再仔细去看凤与恒 果然是他曾在上次雪灾时 与白草堂门前看到的模样 于是二话不说 立即这人将府门大开 直接让搬走 赶着车进了院子 凤与恒第一次来御王府 却也没了心情多做打量 一下了车 就看到周夫人迎面来 一见凤与恒与搬走这样子 便知定是出了事 赶紧就把人让到内院 人刚进内院 还不等绕过回廊 就见白泽推着玄天明 正往这边迎上来 两人一对视 凤与恒立即微摇了摇头 给了个安心的眼神 他这才略微地放下心来 却还是冲着凤与恒伸出了手 他小跑着向他奔去 很自然地两手相握 同时道 路上出了点事 但我没受伤 一边说 一边接替了白泽去推轮椅 属下着人去查 白泽说了这么一句 便离了开 连带着搬走 以及周夫人 也没继续跟着二人 凤与恒推着玄天明往回走 在玄天明的指引下 一直进了他的卧请 玄天明的卧请极大 光是隔间就隔了四段 可他哪里有心情参观 一进了屋 马上将房门关好 再将手中剑指往前一定 你看看这剑 搬走说不像是大顺的东西 但我看不懂 他将剑拿在手中 只看一眼便皱了眉 踪随之物 踪随 凤与恒愣了 东边呢 对 玄天明点头 再道 可踪随人并不善其剑 虽也有弓箭手 却也只是做常备之用 没有什么突出的 这剑力道极大 他将那剑纵穿马车石木车厢 又射死车夫的经过讲出 又补充道 第二只剑射来时 搬走就怕再有偷袭 还故意将车拐着弯的杆 却还是被射了进来 玄天明闻听此言便有了定数 那便是千周了 为掩人耳目 故意将踪随的剑之拿来 可再如何掩饰 这种手法射出的剑 全天下也就只有千周的神社 有这般本事 凤与横眯起眼 千周神社成功地刺激到他的神经 他还记得在西北大山里时 玄天明就伤在千周神社手中 谁说就只有他们有这本事 他冷哼一声 待我为你培养出一只神社队时 再与那千周的射手比一比 看看谁家的本事更大 玄天明对凤与横的话从不怀疑 更何况他早已见识过这丫头的剑法 眼下若说他 也会那种能转着弯 跟随目标跑的剑法 他一点都不怀疑 元王府的事 我听说了 他将人拉到自己身边 放下那件话题直转到今日寿宴 老三的谨慎 真是一年比一年更强 一套白水晶头面 倒能让他联想到当年那个妃嫔 倒也是我们轻敌 凤与横伸手去捏他的腿 一边查看情况 一边与他说话 不管他是否真的识破 都没有关系 这种心理烙印 不是一下子就能表现出来的 他若真迷信到 去信凤陈于那个什么奉命的传说 那这烙印打得才叫好 石膏还要再打些日子 差不多七天后 我帮你拆掉 再恢复月鱼 就可以走路了 他欣慰地看着他 这腿能恢复到这样的程度 总算是让他松了口气 其实今日在元王府 本不该那样子下那些姑娘 只是玄天明这腿 是他的一片逆铃 能否置得完好如初 他自己心里也在打鼓 哪里容得别人在说三道四 你的医术我放心 玄天明看着蹲在自己面前的这个丫头 突然就有些怀念西北深山的初遇 那时他们萍水相逢 一说话就争吵半嘴 如今想来倒是十分有趣 你不放心 也没有别的选择 凤宇恒抬头看他 你这腿我弱智不好 普天之下便也再没人能够治好 玄天明 遇到我 你偷着乐吧 他没偷着乐 他是明知乐的 刚怀念起当初的半嘴 他便这样一句呛了出来 一瞬间 就好像又回到了西北的大山 面前这丫头 刚刚用石头子打完人 正扭过头来跟他吵架 别笑了 他翻了个白眼 你的情报组织 这两天有没有新的消息 玄天明点头 有 老三的兵 有一部分从北界撤回 看起来不像是忌惮大皇兄而回 倒像是在与我们周旋 掩人耳目 那些撤回的兵 集中在了甘州 他在外头的私设的大本营 你的意思是 他根本不信皇上 对大殿下的这一番表示 已经在怀疑是 我们做的客 有可能 玄天明想了想 又到 但他的兵 却在北界第三城停了下来 并没有继续往前推进 再过几日 应该就能跟你父亲会合了 你跟他叫凤锦元就好 他顶不愿意听你父亲这样的话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玄天业不上当 执意将大部分的兵马 都往北极中去 再与千州国结成一档 那股势力一旦形成 他会不会立即发难 玄天明摇头 不会 皇位若能名正言顺地拿到 谁也不愿意通过武力解决 但总不能放他的兵马 在北界太久 到时候与千州国结交过深 于大顺来说 早晚都是一块心病 对了 他突然又到 凤锦元已进入灾区 不出我所料 的确有千州国的人 与之秘密接触 但意外的是 找他的人 是女人 女人 这个消息 凤锦元也有些意外 女人找凤锦元干嘛 探子还在继续打探消息 咱们除了等 也没别的办法 老三这人行事谨慎 就算他对大皇兄一事 有所怀疑 也绝对不会不做一点准备 咱们且静观其变 他将手辅上他的发 忽就撞开话题 你怪不怪我把你 拉入这皇权斗争中 凤锦元愣了一下 老老实实摇头 不怪 虽然不愿承认 但我毕竟还是凤锦元的女儿 相辅的女儿 不管嫡数 都是要陪王后将相的 所以这斗争 我逃不开 也躲不过 只是并不喜欢 对吗 他看出他眼中些微的厌烦 你才十二岁 哪里试过这种日子的年岁 终究是我不好 没能给你踏实安稳 怕是换了别人 我过得还不如现在 他笑了笑 有童颜 却又带着无尽伤悲 若有可能 我希望等我长大了 便可以过安稳无争的生活 但若注定没那个福气 我也不会埋怨谁 你刀锋剑雨 我陪着你便是 玄天明 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人 就像生命 你在我在 你王 我也是要拼了性命 给你报仇的 玄天明亲自将凤与恒 送回县主府时 凤家的人正踢着灯笼 锯在门前 安氏和姚氏 不停地问跑来跑去的下人 可有二小姐的消息 下人纷纷摇头 又马上再出去找 响容急得直哭 一边抹着眼泪一边道 都怪我 要是跟二姐姐坐一辆车回来 也不至于这样 姚氏心里着急 嘴上却得劝着孩子 就算你们坐一辆车 结果也是 一起把你们两个全丢了 快别哭 咱们再等等 没准很快就能回来了 陈瑜也披着斗篷 等着县主府门口 让所有人都意外的是 他竟是比姚氏 还要着急和关心凤与恒的安危 不但把自己的下人 全都派了出去 自己也时不时地跑几步 在周围不停地找着 这时 就听街道的另一头 有黄泉的声音扬了起来 二小姐回来了 一句话 众人皆是松了一口气 特别是看到 带着御王府标记的马车 往这边驶来时 姚氏便更是放心了 凤与恒挽回府 闹了个小插曲 大家都信了他的解释 只当半路遇到了御王殿下 便跟着去御王府坐了一会儿 却不知 凤与恒在当日深夜 便派了班走出府 将那死去车夫的尸体 给搬了回来 并送还给家里 给了银子 令其好好安葬 那银子 多得足以让那家人 一口咬定人是病死的 可那之见 却让凤与恒 做了一夜的噩梦 第二天醒来时 黄泉正坐在他的床榻边 用一只帕子 给他不停地擦着额头 就觉得阵阵头疼 身上也有些发冷 凤与恒马上意识到 自己八成是生病了 小姐昨儿受了风寒 奴婢早上过来时 才发现 宁在不停地出汗 黄泉换了块帕子继续擦 都擦了一早上 可是怎么也擦不干 他强撑着坐着起来 把身上压了几层的被子 都剃了开 这么捂着 能不出汗吗 他都无语了 终于明白 为什么小孩子一发烧 老人就说要捂汗 感情是打鼓时候 就流传来的 去换凉帕子 不要热的 黄泉反对 本来就病了 怎么还能 再用凉帕子呢 凤与恒无奈 就是因为发热 所以才要给我降温 而不是加温 去吧 听我的 我是大夫 黄泉一想也对 他家小姐是神医 哪里有这点小病 都医不好的道理 于是赶紧跑出去换帕子 可是很快地 那边又跑了回来 一脸幸灾乐祸的样子 跟凤与恒说 武殿下果然派人 来跟四小姐提亲了 妹妹你到底爱谁 武皇子玄天眼 在女人这个世上 一向是随心所欲的 从普通百姓家的女儿 一直到如今 相众丞相家的庶女 任何一个女人 只要让她瞧上了眼 她必须得弄回府去养着 而这个瞧上眼的标准 据说是要有一双 细长细长的单凤眼 还要有那种 既嚣张又忧郁的气质 这两点凤粉袋都没有 但她却占了一条 更为重要的外界因素 带了一副水晶耳坠 且这耳坠 是在玄天眼喝酒 已经喝得 有些微醉的情况下戴上的 怎么可能不给她 造成心理影响 凤与恒轻叹一声 原本是要用凤尘鱼 来搅一搅浑水的 却没想到她竟巧妙避过 把货架到粉袋身上 我真不知道 是该欢喜 还是该忧愁呢 小姐应该先养病 黄泉把手里的凉帕子 按到她头上 她们的事与咱们无关 可凤与恒哪里进得下心来 伸出手自己 把帕子按住 吩咐黄泉 你去给我被水梳洗 我还是得过去看看 五皇子派人 来跟凤粉袋提亲 凤与恒当然不能 当不知道似的 继续留在童生轩 她从空间里 拿了两颗感冒胶囊 吃了下去 梳洗过后 便匆匆跟着黄泉 往凤府那边去了 因为凤锦园不在府上 来提亲的人 自然是要面见老太太 他们到时 老太太正一脸为难地 坐在书雅园堂厅的主座上 下面凤府的一众女眷 悉数到场 就连凤粉袋都亲自来了 安氏还在劝着她 四小姐应该回房去 女孩子家被提亲时 是不可以到场的 韩氏也劝她 你是该回避 可粉袋却执拗着不肯听 一双眼睛 紧盯着黎王府那 摩摩手里拿着的更贴 目光中一点都不加掩饰的 流露出向往之色 金针看着粉袋这模样 便想起昨儿晚上的事 于是轻声开口道 怪不得昨日四小姐醉酒回来时 口中一直在念叨着 五殿下五殿下 想来是早就相识的吧 那黎王府的摩摩 听了这话 一下就斩了笑颜 接口道 说早就相识是夸张了些 但的的确确是在 小黄孙的寿宴上就认识了的 凤四小姐娇俏可人 咱们五殿下 可是一眼就相中了 她一边说 一边看了粉袋眼 目光同样落在 她仍带着的水晶耳坠上 这老嬷嬷从小时候悬天眼 怎能不明白其中缘由 不由得在心里叹了一声 直到这凤家四小姐 也真是命不好 戴什么耳坠子不行 非要戴这种白水晶 但她是悬天眼的人 再为凤粉袋 可惜总也得替着悬天眼说话 于是又一脸堆笑地 看着老太太道 凤四小姐是凤丞相的女儿 虽是庶女 但五殿下说了 她对凤相极为看重 更对凤四小姐青睐有加 明瞧 更贴老奴都带着了 这可不是那些该有的理 凤与恒一直站在门口 觉得再不进去 就太像听墙角的了 于是倾咳了一声 款步而入 老太太一见凤与恒来了 倒是微微地松了一口气 就像找到了主心骨 赶紧就到 阿恒你来得正好 黎王府的人 来向你四妹妹提亲 眼下你父亲不在京中 你就给出个主意吧 那来提亲的嬷嬷 一听老太太这样说 立即明白 这人是谁了 赶紧上前失礼 老奴见过县主 县主经安 凤与恒看了一眼这嬷嬷 一边往里走一边道 据我所知 黎王殿下早有正妃了吧 那嬷嬷答 县主说的正是 那嬷嬷带着更贴来 我奉府是何意 难不成黎王殿下已经休妻 准备五年后 迎娶我四妹妹为正妃 这话一出口 别人还没等有什么反应 凤粉黛倒先激动上了 殿下待我如此 粉黛一定敢念殿下恩德 这 那嬷嬷有些尴尬 四小姐误会了 殿下并没有要修妃的意思 哦 凤与恒坐下来 好整以侠地挑起了唇角 既不修妃 那便是那妾 谁听说过那个小妾 还用拿跟贴上门呢 嬷嬷老脸一红 赶紧道 殿下的意思是 若凤四小姐这门轻势成了 就是冲着凤相大人 也定许四小姐侧妃之位 哦 凤与恒点头 侧妃 侧妃也没有带跟贴的 想来是冲着我父亲的面子吧 嬷嬷也点了头 没支声 算是默认 凤与没有原先那样激动 但还是觉得可以接受的 她是凤府庶女 将来婚姻之路 要么是给大家族的嫡子做测试 要么就是给庶子做正妻 如今能有一位皇子 许她侧妃之位 这已经是极难得的事了 不只是凤与 就连韩氏也觉得十分长脸 不由地娇笑道 老太太 武殿下这是给咱们凤夫脸面呢 老太太就想一巴掌拍死这个韩氏 长脸 这也叫长脸 京城里谁人不知那武殿下慌 淫 无度 府里的女人一个接一个地抬进去 别说是小妾 就是侧妃 听说都已经有六位了 这样的皇子来求亲 也算给凤家长脸 可他这话在心里念叨行 嘴上却是半句都不敢说出来的 那毕竟是位皇子 虽然不怎么受待见 但也从未听凤锦元说起过 皇上对这个儿子有任何非议 如今家里没有主心骨 他真是犯了难 不管答应还是不答应 好像都是不对的 祖母您为何不说话 粉黛有些着急 到底还是个小孩子 前几个月还对九皇子一往情深 可昨日五皇子的一番殷勤 却又立即吸引了他的心往那边偏移 其实说起来 凤粉黛相众的 不过是他们皇子的身份 玄天明固然算是排在他心中第一位的 可那位就像是镜中花水中月 他有劲都没出时 一接近就受伤 可是五皇子就不一样了 不但夸他漂亮 还邀请他喝酒 粉黛觉得 自己这近十一年的生命里 最长脸的就是昨天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就只有他一个坐到了皇子的席位上 还是被五皇子亲自邀请的 没有人能想象得到 坐在那个位置上是该有多么的骄傲 他就觉得 全场的目光都在向他集中 眼神里尽是羡慕极度 没想到今日五皇子居然派人来提亲 这让粉黛觉得 他在凤府出头的日子 终于让他等到了 老太太看着心急的粉黛 怎能猜不到 那丫头心里想的是什么 他倒真想 干脆就答应了 将来嫁过去谁受苦谁知道 也杀杀着丫头的傲气 可是不行 凤锦渊没有回京 他这个主还真做不了 更何况 乡府的女儿 哪里是说嫁就嫁的 即便是庶女 将来也有她们的使命 女儿是娇客 将来嫁出去 是要能为娘家带来利益和帮助的 若是别的皇子也就罢了 偏偏上门的是 五皇子 他实在是为难 凤老夫人 您看这亲事 那嬷嬷等得有些不耐烦 殿下有话 只要凤家收下更贴 便算这亲事做了数 他会按正非的奋力 向凤府下聘 绝对不会亏待四小姐 待四小姐十五岁行过急机里 亲事便可操办 这位嬷� 老太太终于开了口 想来你也知道 凤像正在北界镇灾 家里如今没有主母 孩子们的亲事 怎么也得他父亲亲自点头才是 不如请殿下再等等 差不多大年的时候 老身的儿子也该回京了 哎哟 那嬷嬷的脸色 一下就沉下来了 老太太 老奴听您这话里话外的意思 是不乐意啊 这是怎么话说的呢 咱们是王府 是正经的皇子 娶一个庶女为侧妃 这对你们来说 应该是天大的好事才对 怎么着 老太太不赶紧应下 还在等什么啊 粉黛也急了 祖母 您就是家里最大的人 就是父亲回京了 也得听您的话不是 安氏看着这粉黛 只觉这孩子 已经被能嫁给皇子的喜悦 给冲昏了头 可是再想想 却又觉得 粉黛也甚是可怜 养在身归中的女孩 对外头事情知道的手 她又怎能听说 五皇子那些荒诞之事 她有心提醒 可那嬷嬷就站在面前 这个口是无论如何 也开不了的 老太太被这两人 逼得没有了办法 只好将求救的目光 投向凤与衡 凤与衡却装起了傻 祖母 您看我干什么 五殿下求取的是四妹妹 又不是阿恒 你 老太太被她又堵了一下 心中十分憋闷 可再想想自己这些日子 对凤与衡的态度 便也没了脸 再向她求助 请老夫人收下更帖 再将四小姐的更帖 让老奴带回去吧 那嬷嬷的话紧追不放 殿下还在府里等着回话呢 若是惹恼了殿下 可就不好了 扑痴 凤与衡突然就笑了 五哥的脾气 什么时候也这样不好了 好饭都是晚的 求取心上人 若是连这点耐心都没有 还让咱们怎么相信 她会对四小姐好 嬷嬷可以不在意凤老太太 却不敢不在意凤与衡 一听凤与衡说了话 赶紧就躬身达到 县主说的是 那就请老太太多考虑一会儿 五殿下一定等得的 老太太一手主 直到哪怕是让她再考虑一宿 她也是考虑不明白的 韩氏一见这形式 就觉得搞不好粉黛这门轻事 怕是要告吹 虽然她也不明白 粉黛跟五皇子是怎么扯到一起的 但那毕竟是皇子啊 想她一个凤家的妾 如果能有位皇子做女婿 将来凤家的人也是会高看她眼的吧 再加上 她将手之于小腹上 心里暗自琢磨 若是这里面真有了孩子 不管男孩还是女孩 能有个做皇子侧妃的姐姐 一转能过得比现在的粉黛 强上百倍 她想开口劝劝老太太 把轻石印下来 话还没等说呢 就听陈瑜忽然开了口 扔出一句 四妹妹钟情的不是九殿下吗 为何还要因五殿下的求亲 小人得势 哟 黎王府的嬷嬷瞪大了眼 这是怎么个话说的 凤四小姐主意九殿下 再看看凤与恒 不由得摇头 不对啊 九殿下是县主的良配 按说该是凤四小姐的姐夫 粉黛气得咬牙 大姐姐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在想什么 你不就是嫉妒我被五殿下提亲吗 信口雌黄的事也干得出来 若你执意要这么说 那最好就祈祷 将来你的夫婿就是七殿下 否则 不管是哪个姐夫上门提亲 我都会告诉他 你心里记挂着的人 是七殿下 陈渝的确是嫉妒五皇子的提亲了 所以呛声粉黛时也没多想 眼下被人用这样的话顶回来 他简直无地自容 那嬷嬷就听迷糊了 没想到来这一趟 倒是听到了不少奉府的心密之事啊 好在陈渝并不算笨 面对粉黛的冷语 只愣了一会儿 便立即回过神来 又道 几次宴会间 是多看了七殿下几眼 可那又能如何呢 七殿下温雅如仙 天下谁认不对 她许以轻心 多看七殿下的女子 又不止我一个 妹妹何必多想 她这话说得合情合理 明摆着告诉大家 所有人都喜欢七殿下 她不过随大六把了 粉黛眼珠一转 便道 大姐姐如此说 就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要这么说来 我多看两眼九殿下 也没什么错 呵呵 陈渝一下就笑了 九殿下如今容貌被毁 双腿已残 真不知四妹妹看上她哪里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互呛着 居然把坐在边上的凤雨恒给忘了 不提玄天明还好 这一提 特别是提到她的脸和腿 原本坐着看戏的人 马上就翻了脸 嗖嗖地两击眼刀飞过去 冷声道 大姐姐四妹妹 还真都是掐家的好手啊 这厅堂里 若是装不下你们 就请祖母派两个下人 送你们到院子里去吵 也省得丢进了凤府的脸面 凤雨恒一说话 老太太便也跟着怒了 吵吵家家像什么样子 再吵一句 我就叫人把你们都扔出去 老太太一怒 陈鱼和粉黛都不敢再出声了 特别是陈鱼 直到自己一激动 又忘了不能激怒凤雨恒 说什么不好 她偏偏说了九皇子 这不是给人家添堵吗 乙琳在边上捅了她两下 递过去一个服软的眼神 陈鱼道也算能屈能伸 赶紧就跟凤雨恒道 都是姐姐的错 二妹妹 你别往心里去 姐姐给你赔罪了 切 粉黛狠狠地翻了个白眼 大姐姐这脸变得可真是够快的 凤雨恒挑眉看着陈鱼 没接这个话茬 倒是说了句 如今父亲不在府上 四妹妹遇人提亲 您是大姐 总该给个意见才是 陈鱼轻叹了一声 我如今不过是个庶女 哪里有权参与妹妹们的亲事 还是二妹妹帮着祖母拿出一把 大姐这话怎么说的 那耳坠子 不是你送给四妹妹的吗 亲手送上这一段姻缘的人 怎的这时候就往后退了 陈鱼一哆嗦 正正地看着凤雨恒 就想起昨日宴会上 突然有个丫头走过来 跟她说自己是三殿下身边的人 三殿下告诉她 务必把水晶耳坠赠出去 否则会有麻烦 她当时还看了三殿下一眼 就看对方不着痕迹地 冲着自己点了点头 便没再多想 转手就将对方所谓的麻烦 转赠给了粉黛 却没想到 这哪里是麻烦 简直是送给了粉黛 一个天大的恩惠 一想到此 陈鱼的脸色又难看了几分 如果粉黛得了这门亲事 这几年在府中待嫁的日子 还指不定要有多招摇呢 她怎么能忍得了这些个妹妹 一而再再而三地 爬到自己头上 若这样说 五殿下看中的 不过是富尔坠罢了 根本也不是四妹妹 陈鱼撇了粉黛一眼 妹妹还是不要抱太多幻想才好 你分明就是嫉妒我 粉黛算是看出来了 凤陈鱼就是嫉妒她 不过 尔坠子又是怎么回事 老太太四也听明白了些 你们的意思 是说 陈鱼送了一副尔坠子给粉黛 这才让五殿下 对粉黛多有留意 凤鱼主横点头 正是 黎王府的嬷嬷赶紧插了嘴 阴雾生情 这便是阴缘 粉黛鼎爱听这话 嬷嬷说的是 再看了陈鱼一眼 不由得眼口窃笑道 还真是多谢大姐姐了 说起来 如果大姐姐不把东西转赠于我 一整套白水晶的头面带着 只不定再多带一会儿 五殿下相中的 就是姐姐你们 可惜 真是可惜了 不谢 陈鱼憋了一肚子火 没什么可惜的 妹妹若是喜欢 将来你出嫁 姐姐把那一整套全都送给你 老太太急着问了句 一整套的白水晶头面 她本以为不过就是富尔坠子 如今一听 陈鱼居然有一整套白水晶头面 倒真是让她吃了一惊 陈鱼就等老太太问呢 赶紧答道 是大殿下前日派人来送给陈鱼的 说这话时 她注意到凤粉带那张黑了一半的脸 心下得意 直到总算是找回了一些场面 老太太有点猛了 她这孙女们是怎么了 为何突然之间都得了皇子们的青睐 一个突然被提亲 一个居然收了大殿下的礼 她居然都不知道 凤家人一时都沉默下来 连凤语恒不说话了 可离王府的嬷嬷着急啊 一看这满屋子人都不再说话 干脆自己上前几步 把跟帖往老太太桌前一放 殿下的跟帖就在这里了 请老夫人将四小姐的跟帖交给老奴 让老奴回去跟殿下赴命吧 老太太实在没了办法 赵嬷嬷见了 不由得抚在她耳边小声道 老太太一想 倒也是这么个礼 于是点了点头 吩咐了下人 去给四小姐准备更贴 这话一出 粉黛乐得差点没蹦起来 赶紧就给老太太行礼谢恩 那嬷嬷也松了口气 看着欣喜的粉黛 抚了身 笑着说 老奴恭喜凤四小姐 哦不 恭喜未来的黎王侧妃 粉黛的虚荣心 瞬间膨胀到了顶点 只一个劲儿的笑 也忘了跟那嬷嬷说一声请起 倒是凤臣于起身上前 亲自将对方给掺了起来 嬷嬷是事后黎王殿下的老人了 咱们做小辈的 可当不起这样的大礼 快快起来吧 陈瑜在府里 是不涂那黑胭脂的 这嬷嬷瞅着眼前的美人 心里就在合计 武殿下 这次可看走了眼 怎的就放着这样的大美人不要 非得要个才十一岁的小丫头 总算是将人打发走 老太太坐在椅子上 老半天都没说一句话 直到安氏等不下去 开口问了句 老太太 若是没别的吩咐 咱们就先回去了 老太太摆了摆手 实在是没心情跟这些人说话 干脆让他们都散了 凤与恒最先起了身 按了按太阳穴 压下一阵头疼 率先就往外走 陈瑜见状赶紧就跟了出去 追上凤与恒小声道 二妹妹千万别生气 姐姐之前说错话了 她实在是担心 招惹这位祖宗 凤与恒却摆了摆手 没事 不生气 只是大姐姐 若是能一直这种态度待人 倒也不错 明天去找我吧 留下这话 再不多留 快不出了舒雅园 凤与恒长长地松了口气 心里有些期待 又有些紧张 明天 只要过了明天 她就又是全新的凤与恒了 再也不用提心吊胆 再也不用巴结凤与恒 再也不用害怕任何人 她可以高昂起头站在人前 甚至将种种过往全部抹杀 想想 都过瘾呢 把银票给我揣好了 明日咱们上童声炫 陈瑜掩不住面上笑意 吩咐以灵 以灵比她理智一些 一边点头一边道 三老爷找来的嬷嬷 也在府外候着了 随时随地可以带进府来 据说是从宫里放出来的 早些年曾给进宫的秀女验身 后来因为得了顽疾 被赶出宫 无亲无挂 只待小姐用完便处理干净 绝不留人画饼 很好 陈瑜向来满意她 三舅舅办事 有时候甚至觉得 这个舅舅 比她那当丞相的父亲 还有魄力些 可她也明白 之所以沈家人如此帮她 为的是她将来飞上枝头 能许沈家后人几世荣华 此时 身后有粉黛和韩氏的笑声传来 这两母女 简直是乐翻了天 也不过还站在舒雅园的地界 便高谈阔论道 咱们住的那个小院子 实在是太别屈了 等父亲回来 一定要让她 给我换得大一点的 韩氏在边上帮枪 可不吗 你可是未来黎王府的侧妃 凤家若是搏带了你 黎王殿下那边 可是说不过去的 哎呀 没想到 咱们家原本出楼的美漂亮的那个人 都已经熬到快急急了 也没见有哪个像典样的贵族公子来提亲 就更别提皇子了 粉黛扬着声 对着凤陈渝的后脑勺 就喊了这么一句 气得陈渝差点没吐血 偏偏韩氏也跟着来了句 怎么没有 那沈家的少爷 听说已经跟老太太提过亲了 也不知道老太太答应没有 俗话说得好 您拆一座庙 不毁一桩婚 改日有机会 可得劝着点老太太 沈家少爷与大小姐青梅竹马最是般配 可别给耽误了 可不 粉黛哥哥的笑 还是嫁给沈家少爷的好 否则他那丑事若被皇子们揭穿 到时候 只怕要连累的凤家人 一并跟着遭殃 凤陈渝气的脸都清了 握紧了全不停的哆嗦 以灵要拼着全力 才能按住他 想要返回身去找凤粉黛拼命的冲动 再一抬头 就见原本先走的凤与恒 竟被一个丫头拦了下来 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凤与恒也看到了他们 自然也把粉黛的话听进耳朵里 不由地笑道 大姐姐 如今是不是觉得 实在是可惜了那套头面呢 不只是一套头面 你伤的可是大殿下的一颗真心啊 我要是姐姐 便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就这么亲信他人 去伤了对自己有所表示的人 那个搅了局的 却不知能许你些什么 燕鸣正身 他与陈渝说完话 便又与身边丫头说 你去回禀祖母 就说阿恒今日身体不适 想早些回去歇着了 改日再改看他 那丫头没想到 老太太相请凤与恒居然拒绝 一下就愣住了 直到凤与恒已经走远 这才反应过来 赶紧回去通报 而陈渝却因凤与恒的一番话 而起了思量 不由地有些后悔不该 听三皇子的话 把耳坠子送给粉黛 而此时舒雅园的厅堂里 老太太听说 自己派人想把凤与恒给叫回来 再商量点事 却被凤与恒拒绝了 不由地懊恼起来 如今我在这府里说话时 越来越没有分量了 他哀声感叹 一个个的翅膀都硬 都找了后台靠山 却不知凤家才是他们的哥 跟没了 即便是嫁到了宫里 也没个人待见 老太太说的是 赵嬷嬷在边上 一边附和一边劝慰 左右再过一个多月 老爷也就该回来了 到时候如何定夺 自然有老爷做主 你说 景元回来 会不会怪我呀 他一直忧心着武殿下这次提亲 虽说粉黛是个庶女 可庶女有庶女的用处 万一景元另有安排 我岂不是坏了事 赵嬷嬷也叹了一声 可是也没别的办法 武殿下那边来得突然 咱们也没有准备 再退一步讲 即便是有了准备 又能如何 再怎么说 他也是皇子 老太太知道是这个礼 可还是不放心 上次送的信 景元那边有回信吗 赵嬷嬷摇头 还没有 许是雪天路不好走 信一来一回的也慢 慢不怕 能到就好 你再去这人送一封信去 把今日之事同他说说 我这心总也不落地 就盼着景元能早些回来 赵嬷嬷应了声 下去吩咐人给凤景元写信 当天晚上 凤宇恒发烧的症状 又袭上身来 他无奈地又找出胶囊来吃 却在心里产生了一个想法 他守着一个药房空间 还守着里头一个 现代化的手术室 几乎是要什么有什么 随便一种药拿出来 在这个年代都是上品 但是 操作者就只有他一人 别说给别人动手术 没有帮手了 就连他自己生病了 想打针 吊吊瓶 都没有人能帮他 凤宇恒想着 实在不行 就干脆培养个助手 但那人要绝对的可靠 培养的现代化的人才 哪里有那么容易 除去人心的忠诚 还要有极强的领悟能力 并且精通医力 成年人不行 成年人思想已经成型 很难重新规划 太小的也不行 太小的领悟力太差 几年也交不出个结果来 凤宇恒觉得 想要在这个时代 实现现代化医疗 几乎就是个天方夜谭 可即便是这样困难 这个想法 还是在他的心中根深蒂固 以至于未来的日子 他总是有心无心地 在寻找着合适的人选 许氏听到屋里有动静 一直在门外 守夜的黄泉推门进来 就看到凤宇恒 已经起身坐在桌前 不由地上前问道 小姐是不是又不舒服了 怎地半夜起身 他摆摆手 我已经吃过药 没事 就是在想些事情 一时走了困 小姐在想什么 母比帮你一起想吧 左右在外头守夜也无聊 倒还真有个事要你做 凤宇恒看着黄泉道 你得帮我弄到一张大顺的地图 要全部周线的详图 有困难吗 黄泉危愣 小姐要地图干嘛 那东西都是带兵打仗时才用的 不过困难倒是没有 九殿下那里就有县城的 明儿的奴婢 去跟殿下要一张就成了 听他这样说 凤宇恒倒是放下心来 总是想看看 这大顺的地形地貌 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也好跟21世纪做一番对比 看看究竟相似在哪里 又差在哪里 他让望川和清玉 往萧州去开百草堂 下一步就得扩到其他州府 包括他那块基安县封地 凤宇恒早就计划着 要把那里变成他的医学大本营 无论药品储备何人才培养 将来都可以在那边进行 另外还有甘州 自从玄天明告诉他 那里是三皇子的老巢之后 凤宇恒便对那块地方十分感兴趣 如果他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在甘州立足 那才是真正地打入了敌人内部 总之 他内心规划的依托于医疗系统 而建立的情报系统计划 是时候着手实施了 第二天一早 凤宇恒还没等起 陈瑜就带着乙琳来了 黄泉一边事后 他梳洗一边嘟囔 求人办事还来这么早 真没个眼力见 凤宇恒却不这样想 有人着急上门来送钱 你怎么还嫌人家来得早了 别说他是早上来 哪怕是半夜来 只要把那三百万两往我面前一放 我立马动手干活 黄泉俯额 小姐你就那么缺钱 对 他认真的点了点头 而且这三百万还远远不够 三百万还不够 加上之前的一共有五百万 哦对 您还借给凤香一百万两 那四百万也不少了呀 黄泉炸蛇 他家小姐 这是要干什么 居然要这么多银子 通敌叛国吗 少 少得很 凤宇恒叹了一声 站起身来 走吧 咱们去拿钱 正所谓拿人钱财与人消灾 凤宸于三百万两银票往前一地 凤宇恒直接就把人领进钥匙了 凤宇恒跟着想融和安氏回了他们的小院 凭退下人 只带着黄泉进了屋